七夕是华人世界的情人节 要带情人去哪里欢度两人世界 新北市农业局在淡水渔人码头 举办爱恋渔人码头情人乐活动 除了少不了的璀璨眼火之外 还有找来名歌手带来浪漫歌曲为气氛加分 第一个玩法就是你跟你的情人 可以慢慢浪漫走过去 第一个 第二个 走过去之后 你如果是想要聆听音乐 静静的情人 刚刚讲 王宗敏刚刚讲 好好的坐在那个地方 聆听名歌 让你有深刻的情人节的 深的味道跟内涵 一系列情人乐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邀请情人 一同手作交注调试 还有爱恋明信片浪漫传情 写下给情人的绵绵情话 并且结合港区艺术装置 连续六周打卡正礼 送出渔人码头爱恋钥匙圈 每周六日各限量一百名 让情侣来到渔人码头 能够留下满满的甜蜜回忆 和爱的纪念品 传情明信片最好 因为这回物到过去那种非常 深刻静用的感觉 第二个还不够 我们有手作的定情物 送给对方一个定情物吧 第三个 留下你的永恒 我们主题区让你去拍照 不一样 有海有山有主题 让你去好好的拍照 这个是永恒 请能讲留下永恒 另外市府结合淡水区渔会 以及公司企业举办摩采活动 有机会获得大饭店 明月套房住宿券 套餐兑换券等多样好礼 最大奖还有机会抽中立行邮轮 一人中奖 两人同行 一起进行爱之旅 数位天空新闻 板桥报导